第1025章 翠魔战舰出洞 蓝轩宇一下午都在那里写写画画著 似乎是在计算着什么 一直到夜幕降临 你们在这休息 哪都不要去 我要出去一趟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没有寻宝兽的掩饰 非常容易暴露 一切小心 我区区就回蓝轩宇 收起面前已经写写画画出来的一堆纸张 向伙伴们说道 你去干嘛 不用我们跟你一起去 白秀秀问道 蓝轩宇摇摇头 道 不用 我自己一个人 速度快 说完 他不等伙伴们再问 就悄悄地推开了窗户 在寻宝兽的掩饰下 跳了出去 到了外面 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蓝轩宇让寻宝兽通过神识感受了一下四周 确认没问题之后 才悄然腾身而起 向空中飘去 下一瞬 一道清光从他胸前涌出 蓝轩宇自身迅速 与那清光融为一体 清光一闪 宛如虚幻穿梭一般 瞬间就消失了 没有留下半点气息 速度之快 宛如瞬移 当蓝轩宇化身脆光飞入空中的时候 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彷征服天地之间任我遨游 周围的空气在身边流淌 自然而然地成为身体周围的一部分 所有的一切都在虚幻与现实之间交替变换 快 只有一个字 快 快到极致的快 这就是翠魔战舰 以翠魔鸟的一推位基础制造而成的翠魔战舰 人类生物科技最巅峰的产物 也是战舰科技最巅峰的存在 翠魔战舰 也是蓝轩宇真正的底牌 真正意义上的底牌 它的高速 还有它的威能 是蓝轩宇敢于来到这里的基础 作为人类生物科技的极致 凭极住翠魔战舰 蓝轩宇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情况下 他甚至有信心 从普通的神机强者追逐下脱身 有关于翠魔战舰的一切 哪怕是最亲近的伙伴们 都不完全清楚 这是属于唐门 史莱克学院 以及森罗新魂兽们的秘密 最大的秘密 斗罗联邦也一直都知道 唐门有属于自己的战舰 而且绝大多数战舰在什么地方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斗罗联邦也都知道 联邦对于唐门的限制 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允许制造战列舰 以上级别的战舰 战列舰是联邦所能允许的极限 可联邦从来都不知道的是 唐门的战舰根本就不在母星 甚至不在任何一颗人类星球之上 而是在森罗新 在魂兽的世界里 生态战舰有多少艘蓝轩羽 自己也不清楚 他知道的 只有两艘 一个是翠魔战舰 另一个是银甲大鹏战舰 当初他在见到银甲大鹏战舰的时候 那艘战舰还没有完全成型 但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强大 这次来到天龙兴 当得知天龙兴最强大的战斗力 并不是战舰 而是龙骑士的时候 蓝轩羽首先想到的就是生态战舰 天龙兴的龙骑士和生态战舰 是否有一曲同工之妙呢 龙骑士是真正的生物组成 本身并不是战舰 在融合程度上来说 肯定是不如生态战舰的 也没有生态战舰本身的那些加持 但龙骑士却也有着生态战舰 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作为活着的存在 他在战斗中的灵活程度 龙族和龙骑士之间的配合 还有那很明显有特殊性的龙枪 都会让他的整体战斗力变得强大 有关于龙骑士的资料 已经成为了蓝轩羽 在不久将来必然要了解的 身为龙神血脉的传承者 天龙星的龙骑士资料 很可能会对他未来的提升有所帮助 蓝轩羽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以至于哪怕是在空中 遇到了一些正在飞行的龙族 那些龙族也只是感受到 一道闭光从自己身边掠过 瞬间就消失无踪 天龙星真的是巨大 以翠魔战舰这种 甚至已经可以媲美光速的飞行 依旧需要时间 才能抵达蓝轩羽此行的目的地 这还是在他压制着翠魔战舰的速度 在星球表面如果出现光速以上的飞行 会对空间产生强烈的割裂效果 必定会引起天龙星方面的关注 所以蓝轩羽让翠魔战舰是保持在超音速以上 但却在光速之下 从一片片灯火通明中掠过 又在一片片已经变得漆黑的森林上方穿梭 蓝轩羽偶尔会停下来 辨认一下方向 确认自己的飞行轨迹是否有问题 然后才再次加速 以高速飞行 没用太长时间 拼击住翠魔战舰的高速飞行 他已经抵达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地 闭光悄然隐没 蓝轩羽悄无声息地落在一个小巷子里 这条巷子没有什么灯光 只有不到两米宽 两侧都是高大的建筑 说它是巷子 倒不如说它是一条死胡同 它的作用 只是用来隔开两座建筑而已 当蓝轩羽从巷子之中走出来的时候 已经又变成了蓝海族人的模样 不起眼的蓝海族人 甚至连样貌都和先前又做出了改变 街道上的人流熙熙攘攘 各族人都有 中央最宽阔的道路 依旧是属于龙族专用 这里的热闹程度 甚至还要在风龙城之上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 这里就是天龙星的首都 甚至也是整个龙马星系最繁华 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天龙城 凭击住翠魔战舰短暂而迅及的飞行 蓝轩羽来到了天龙城 他这次和伙伴们一起前来 天龙星最重要的目的 就要在这里进行 从风龙城到天龙城 还是非常遥远的 天龙城几乎在风龙城 隔着天龙星相对的另一面 在短暂的时间内 蓝轩羽驾驶住翠魔战舰 几乎是跨越了半球 才来到这里 天龙城内的生命气息 格外浓郁 给蓝轩羽的感觉 空气似乎都是粘稠的 他几乎可以肯定 和这颗星球生命核心相关的存在 一定就在这座城市之中 而这种浓郁的生命气息 对于蓝轩羽来说 也有着不可抗拒的巨大诱惑力 令他忍不住深吸几口气 在这种地方修炼 对他的好处一定是巨大的 但是 他却并不属于这颗星球 以他现在的修为 如果在这里修炼 还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的实力 还远远不会被那生命核心去关注 但如果他的修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一旦在这里修炼 吸收生命能量 就一定会引起注意了 真是个好地方啊 再次深吸口气 蓝轩羽在街道上缓慢地行走住 一边走 一边观察着周围 天龙城和丰龙城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精致 建筑上的建造要明显精致得多 少了粗广 多了奢华 这里的各个种族也同样精致 他们身上的衣着 穿戴 都非常精致 而且强大 只是走在路上 蓝轩羽就已经感受到 好几次强势的气息了 这都是修为 还要在他之上的气息 至少单纯的能量强度是如此 不知道在这座天龙城之中 有多少位龙骑士的存在 就算是天龙带走了很多 也一定有留在天龙城镇守的 突然间 蓝轩羽瞳孔收缩 因为他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他下意识地抬头向空中看去 第100026章无形的呼唤 空中明明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可似乎却又有一种气息在呼唤住他 没错 就是呼唤住他 那是一种亲切到 彭扶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 就在空中 但在这份亲切的呼唤内 他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不能去 如果去了 一定会死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种矛盾的感受 令蓝轩羽有些呆滞 险些忘了自己此行到来的目的地 那是什么 在那空空如也的天空之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 阿宝 你感觉到了吗 蓝轩羽在心中向寻宝兽问道 啊 感觉到什么 主人寻宝兽有些茫然地回答道 蓝轩羽心中一惊 寻宝兽竟然没有感觉到 也就是说 只有他自己感觉到了 要知道 虽然寻宝兽不擅长战斗 但他已经拥有了神识 在精神层面上可是神级的 比他要强得多 可就算如此 寻宝兽却依旧没有感觉到 空中的存在 这意味住什么 意味住那是一种 只有自己才能够感受到的 独特气息 明神那时 蓝轩羽发现 自己的血脉漩涡涡核心处 龙河明显散发出 比平时更加明亮一些的光芒 他全身的血脉之力 都有些躁动 或许这就是他感受强烈的原因 和龙神血脉有关 那也就意味住 和龙族血脉有关了 难道说 这空中的秘密 也就是天龙族 隐藏住的大秘密 而这个秘密 甚至有可能关系到 曾经的龙变 长出口气 蓝轩羽压制住 自己内心之中的冲动 他当然不能在这个时候 冲入天空 去探寻这个秘密 哪怕是有脆魔战舰在 也很可能会一去不返 这一切 都要等到 自己变得强大之后再说吧 毫无疑问 天龙城 是他未来必然要到来的地方 现在的他 还太过弱小了 还没有在这里寻找机会的实力 收敛了内心的想法 让自己变得沉静下来 蓝轩羽脸上也随之流露出 一丝淡淡的微笑 还是完成自己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再说 一边想着蓝轩羽加快脚步 一边向前走 一边让寻宝兽开启神石 感知周围是否有其他的神石存在 行走了大约十分钟 他的脚步开始放缓 然后缓缓走入一条窄一些的街道之中 穿行了一阵之后 他又重新进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 丰龙城就已经非常巨大了 但天龙城却更大 在龙马星系也只有天马城才能媲美而已 蓝轩羽一边走 整个人的气息也随之收敛起来 他在等待 等待时间 同时也在感受这座城市 天龙城真的繁华 比蓝轩羽所见过的任何一座城市 都更要繁华得多 他甚至看到很多龙族身上 都有服饰穿着 还有饰品 在这里 似乎最受欢迎的东西 就是那些精英剔透 闪闪发光的存在 他走过一些店铺 店铺里卖的 大多都是这一类的事物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夜色渐渐的晚了 街道上的人流也渐渐稀少 在繁华的都市 每天也依旧有他沉睡的时间 只不过 这里要比普通的城市晚一些罢了 一直到深夜 蓝轩羽才在一条小巷子的阴暗角落中停下脚步 同时在脑海中和寻宝兽沟通了一句 闭光一闪 翠魔战舰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 这艘战舰实在是太小了 在蓝轩羽的控制下 他就像是一只大鸟 趴在了他身边的墙壁上 这样他就能第一时间钻入翠魔战舰之中 迅速远顿 阿宝 开始把蓝轩羽在那心中说道 下一瞬 寻宝兽已经从蓝轩羽的眉心处钻了出来 主人真的要这么做吗 蓝轩羽点了点头 要这么做 这就是我来天龙心真正的目的 寻宝兽不再说什么 蓝轩羽则是从命运之环内 取出一块银灿灿的金属递给了他 寻宝兽身体周围神石涌动 神石凝滞在周围 宛如实体一般 在这凝滞的神石之中 一道银色身影被释放了出来 他正睡得香甜 知道感受到了什么是的 才探头探脑地睁开了眼睛 有些茫然地看向蓝轩羽 蓝轩羽微微一笑 把手中的魔银递了过去 乖 吃饭了小懒虫大喜过望 一张嘴 就将那块魔银吞了进去 坚硬的魔银在他口中 却像是豆腐一般 被轻而易举地咀嚼吞咽 对时 他身体表面的银色光芒 明显变得浓郁了几分 蓝轩羽向寻宝兽点了下头 就在下一瞬 寻宝兽瞬间放开了自己 凝枝在周围守护的神石 银色光芸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从小懒虫身上荡漾而出 周围大片的空间 瞬间产生了共振 以至于周围的一切 包括房屋在内 似乎都在这一瞬间 变得扭曲起来 走蓝轩羽低喝一声 光芒一闪 寻宝兽已经卷起小懒虫 瞬间重新投入到 他的眉心之中 蓝轩羽一闪身 就钻入了翠魔战舰 下一瞬 翠魔战舰速度全开 骤然凭空消失 只有一点绿芒闪烁 就在他们离开数秒之后 两道银色身影瞬间凭空出现 赫然正是两名高大的育空族人 他们眼中在惊骇的同时 都充满了欣喜和兴奋 是 是空之虫的气息 没错的 一定是 除了它之外 不可能还有任何其他生物 能够散发出 这种层次的空间波动 空之虫竟然在天龙星 还在这天龙城之中 就在这里啊 天龙族 一定是天龙族 对于天龙城的反应 蓝轩羽并不清楚 也并不想清楚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会像他所猜测的那样 展现出应有的效果 但他有80%的把握 会有效果的 他来到天龙星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让空之虫 在这里出现一下 而且是要让所有顶级强者 能够感受到的出现 真正的出现 这一招说的难听点 叫栽赃嫁祸 栽赃给谁呢 当然是栽赃给蓝轩羽 最痛恨的天龙族 76号星球被炸 空元晶大爆炸 所产生的巨大破坏 让整个玉空族 都已经变得疯狂了 否则的话 也不会出现 玉空族人不惜代价的 来到天龙星 买回空元晶的那一幕 对于玉空族来说 空元晶不只是他们的资源 更是赖以生存 变得强大的瑰宝 没有空元晶 玉空族必定会在 可以预见的情况下衰败 这一点是谁都清楚的事情 所以 他们要不惜代价地 获取失眠上的空元晶 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空之虫是被带走了 甚至会认为空之虫 有可能会被炸死 毕竟 在76号星球上的防御 是如此严密 按照正常的逻辑 玉空族第一个想法 一定是空之虫本身 出现了问题 导致了大爆炸的出现 可他们只要仔细调查 龙之怒还是会留下一些痕迹的 也就是说 爆炸会被调查出 世人未造成 再加上 蓝轩宇他们可是用反物质导弹 炸过76号星球防护罩的 也就意味着 在那个时间 有人试图潜入过 但玉空族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并不知道空之虫 是不是被真正带走了 还是也被炸死了 第1027章 霍水东影 玉空族第一个怀疑对象 必定会是斗罗联邦 因为斗罗联邦已经攻破防线 是完全有能力 深入到龙马星系内部的 空元经实在是太过珍贵 对于斗罗联邦的吸引力 也是巨大的 因此 玉空族很可能会调动武力 进行报复 全力以赴的报复 而蓝轩宇要做的 就是霍水东影 玉空族在这个时候 一定是最为敏感的 任何有关于空之虫的消息 必定都会引起他们最大的关注 更别说是空之虫 真正释放出的气息了 蓝轩宇到达天龙星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在天龙城 释放一次空之虫的气息 有寻宝兽的掩盖 只要不是神机层次的玉空族 到他身边摆你 就不会发现空之虫在他身上 这其实就是很难发现的 而且 在天龙城释放出空之虫气息 也必定会将所有玉空族强者 都吸引到天龙城来 蜂龙城那边 反而不会有人关注了 毕竟 蜂龙城几乎是天龙星上 距离天龙城最远的城市 玉空族在天龙星上 发现空之虫会怎么样 蓝轩宇不知道 但他能猜得到 内讧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情况 尤其是天龙现在可不在啊 天龙星正是最为虚弱和单薄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人类大军来攻击 天龙必定会在暴怒之下 全力报复人类 但如果发起冲突的是 他们龙马星系内部呢 天龙会怎么样 一定是焦头烂额吧 这就是蓝轩宇的报复 他没实力去和天龙战斗 但恶心天龙一下 还是能够做到的 玉空族和天龙族内斗 斗罗联邦自然能够顺势 获得更多的好处 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 可谓一举多得 同时 还掩盖了空之虫 在蓝轩宇身上的秘密 玉空族都不会再去想 人类劫略的空之虫 毕竟 任何正常的思维下 人类如果获得了空之虫 并且知道空元晶 是从空之虫身上诞生出来的话 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返回 斗罗联邦啊 为此 就算是和龙马星系继续大战 都值得了 而且本来大战人类 就是占据上风的 蓝轩宇在很多时候 思考的方式 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 他首先会想的是 对方会怎么认为 那么 他就从逆向去运作 自己想要运作的事情 如此一来 对方的常规思维 就不可能判断出 他在做什么 谁能想到 偷了玉空族空之虫的家伙 现在就在天龙星 还弄出一个上位龙族来 还在风龙城拍卖会上 赚得盆满钵满 而蓝轩宇就这么做了 而且做得非常的顺手 翠魔战舰高速飞行 依旧是压制在亚光速的状态下 在他迅速冲出天龙城范围 并且没有人追逐的情况下 蓝轩宇就知道 自己的计划成了 此时天龙城内 一定因为刚刚出现的 巨大空间波动 而变得一片混乱 那些各族的神级强者 一定都是在寻找 那空间波动的来源 尤其是玉空族最是如此 或许其他各族不知道 空之虫的气息是什么样的 但那么纯粹的空间能量 神级强者是一定能感知到的 蓝轩宇先前穿街绕巷的时候 并不是寻找一个 没有神石波动的地方 而是在寻找一个 神石波动最多 尤其是种类最多的地方 不同的神石 代表的就是不同的神级强者 在一个他们神石交汇的地方 释放出空之虫气息 他们自然就会相互产生羁绊 蓝轩宇趁机脱身 反而更容易 玉空族虽然能够通过 顺移抵达目的地 可是 空间波动散发出去 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再加上 任何生物的思维也需要时间 从发现空间波动 到判断空间波动是什么 在哪里 这前后总需要几秒钟 而这几秒钟 就足够蓝轩宇完成撤退的了 他将所有的一切都计算到精微 顺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回到封龙城住处时 所有的伙伴都还没睡 大家都在等他回来 看到蓝轩宇穿窗而入时 众人才算是松了口气 没事 没事 大家休息吧 我就是出去转了一圈 蓝轩宇笑咪咪地说道 你去干什么了 大晚上的白秀秀 有些抱怨地看向他 我去了趟天龙城 事情已经办完了 自然没有再隐瞒的必要 他先前也是怕众人担心 你去了天龙城 去天龙城干什么 白秀秀惊讶地问道 蓝轩宇这才将自己的计划 合盘拖出 当六人听了他的分析 以及释放空之虫气息的做法后 一个个不经面面相取 阴险 你真是太阴险了 蓝梦琴忍不住脱口而出 蓝轩宇微微一笑 我们面对的是敌人 对敌人难道要仁慈不成 唐宇哥道 那我们要不要立刻离开 蓝轩宇摇摇头 不急呢 现在走 反而容易暴露 天龙城那边 肯定已经乱成一片了 封城都有可能 我估计天龙也会提前归来 明天我们再留一天 把之前的事情收尾 秀秀你和黄元朗告别 然后咱们就走 这次的收获已经非常充裕了 其他的下次再说 估计这回天龙星要乱上一阵子了 下回 你还打算回来 妈老大 钱磊惊讶地道 蓝轩宇道 当然 天龙星的好东西那么多 不经常过来帮他们消化一下 哪对得起当初天龙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和秀秀的身份都可以继续用下去 我们之后肯定还要来 有关于龙骑士的奥秘 还有这颗星球的生命核心 都是我们未来要逐步探寻的 不过 等我们这次回去 把这次所获得的资源消化了 再说天龙城 乱没乱 从封龙城是看不出来的 但当白秀秀给黄元朗拨通通讯 试图向对方告辞的时候 蓝轩宇就可以肯定 天龙城那边必定大乱 因为黄元朗没在 昨天连夜跟随父亲前往天龙城去了 天龙城现在甚至已经如同风暴漩涡一般 开始剧烈地旋转起来 究竟会发生什么 蓝轩宇一点都不想知道 但他觉得 一定会是让自己心情非常愉悦的情况 等天龙回来 一定会为这个烂摊子而开心吧 黄元朗不在 白秀秀的身份却还是被落实了 他正式成为了皇家的上位龙族 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风龙城作为作福了 没有再去购买矿石之类价格高昂的东西 而是买书 分几个书店 他们买了一些历史 地理等各方面的书籍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不只是天龙城的 还有关于天马城的 一边购买 一边翻阅 他们又得到了一个信息 龙骑士从何而来 是从曾经天马族的天马骑士演化而来的 就连龙骑士的修炼方法都是如此 而天马族 现在也依旧保持着天马骑士的传统 而且实力也非常强大 是可以和龙骑士媲美的存在 这些信息都非常重要 一直到夜幕再次低垂 蓝轩宇七人才退房离开 直奔海边的方向出了风龙城 本来黄元朗的仆人是想要送他们的 被白秀秀拒绝了 一路出了风龙城 钻入丛林之中 一直深入到丛林深处 众人才在寻宝兽的掩护下 释放出天翼机甲 变形战机冲天而起 直奔太空中而去 第1028章返回舰队 天龙城内乱 天龙尚未回归 这个时候 真的没有人能顾得上他们 而没有超神级别的神石 想要发现寻宝兽的踪迹 除非是具有防御能力的护照 才有可能 但天龙星实在是太大了 显然是没有这种整体护照的 冲入太空 按照原本的坐标 找到33天翼战舰 一直到登上战舰 将战舰重启之后 众人这才算是真正的松了口气 就连蓝轩宇也是如此 无论他有多少把握和准备 先前身在敌营 那种危机感始终都存在着 通过弦窗 看住那巨大的天龙星 尤其是天龙城的方向 蓝轩宇双眼微眯 在他脑海中 天龙城上方的虚空中 所隐藏的东西 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那呼唤住自己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那里的巨大危机又是什么呢 33天翼战舰调转方向 没有去和第三舰队会合 而是加速远顿 向第七舰队的方向靠拢过去 蓝轩宇相信 用不了多长时间 玉空族原本打算针对联邦舰队的战舰群 估计就要抵达天龙星了 那时候的天龙星 才是真的热闹 嗯 自己有必要尽快返回第七舰队 把具体的情况 回报向上面 这件事事关重大 还是不要远程通讯的好 万一信息被拦截 一切就都前功尽弃了 伴随着渐渐远离天龙星 众人的星算是彻底的放松下来 这次深入敌后 先是到了玉空族的76号星球 再到天龙星 虽然期间没有任何一次真正的战斗 可对他们来说 期间的紧张刺激 却要比他们以前战斗更加强烈的多 安全起见 蓝轩宇关闭了33天翼战舰所有的通讯系统 战舰就是以最沉默的方式 在太空中飞行 直奔第七舰队而去 清点这次的收获 收获真的是太大了 最值钱的自然是11块高纯度的空元金 蓝轩宇很怀疑 联邦自从知道有空元金这种东西之后 全部加起来获得的空元金有没有这么多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魔银以及其他各种稀有金属 很多都是龙马星系特产的 还有蓝轩宇非常重视的七彩金 他亲自感受过七彩金的内部变化 和他判断的一点错都没有 正是七大属性齐聚 能够让七大属性相辅相成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七种属性在七彩金内就像是一个球体 球体最内部是银色的空间属性 空间属性里面又包覆着光明属性和黑暗属性 外面则是水火土风四种属性相辅相成 组合成了这么一个奇异的存在 七彩金内的七种元素非常稳定 但蓝轩宇却感觉得到 内部的任何一种元素如果出现了变化 都会导致这种稳定被破坏 七彩金倒是不会爆炸 它毕竟只是金属 可一旦被破坏 内部的元素波动以及灵性 就会在瞬间全部消失 这七彩金也就废了 可以说这是蓝轩宇所见过的 最未焦弱的一种金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它在龙马星系只能被用来制作装饰物的原因 就算蓝轩宇现在已经拥有了混沌的能力 它也没办法锻造这七彩金 因为它没法同时控制七彩金内的七种元素 这和锻造水平无关 而想要锻造七彩金 那么它首先要做到的一件事就是 必须要七种属性齐备 也就是说 至少要等它修位提升到七环之后 七种元素全部拥有 才能让七彩金在锻造的时候灵性不失 所以七彩金并不适合 它在三字窦楷制造的时候使用 而是要留在四字窦楷的时候 军方这次对我们真是相当不错 炸毁了76号星球 也没有被责怪 反而以不知道的名头帮我们接过 这固然是因为军方不希望 在这个时候和龙马星系彻底撕破脸 但也同样是为了保护我们 这其中 第七舰队一定做了很多工作 来而不枉飞了一眼 我准备将咱们这次获得的空元金 其中一枚交给军方 还有咱们得到的资料以及一些用处不大 但有研究价值的金属和矿物 用来换取功勋 大家有没有意见 老大 你做主就是了 钱磊笑呵呵的说道 我们这次什么都没做啊 当然是轩宇哥哥做主了 袁恩恢恢笑咪咪的说道 其他人自然也都没意见 蓝轩宇道 把这枚空元金交给军方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必须要返回母星一趟 把空之虫送回去 空之虫不能留在我们身上 一个是不利于他成长 另一个则是避免被玉空族发现 母星上的环境适合他生存吗 白秀秀问道 蓝轩宇道 我和阿宝沟通过了 母星上的环境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要有足够的魔银提供 我们这次带回来的魔银 够他吃一年的吧 能诞生多少空元金就不知道了 我打算把它交给乐叔叔 以乐叔叔的修为 掩盖他的气息应该没什么问题 毫无疑问 最值得信任的自然就是乐公子了 蓝轩宇没有想要将空之虫交给学院 不是不信任学院 而是因为 他们未来想要竞争史莱克七怪 就需要庞大的资源 而空之虫的存在 就是他们资源的保证 这次你们跟我一起回去 咱们三十三天异 其他人还留在军方继续服役 我们这次回去之后 会换一些资源给他们带回来 空元金全都给唐门和学院 应该能换到许多我们修炼的资源了 我们借助资源 好好地提升一番 然后再回舰队前雷眼睛一亮 道 这可要比执行斗天者任务 换取资源修炼速度快得多了 真是个好办法啊 蓝轩宇双眼微眯 这应该是我们能够最快成长的方式 希望能够持续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天龙星 有一个正式身份的原因几天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第七舰队的舰队群 而此时的第七舰队 已经完成了集结 有可能出现的玉空族舰队 对于第七舰队来说 也有不小的压力 玉空族舰队的战斗力 不见得有多强 但问题是空间跳跃能力 会让他们变得神出鬼没 尤其是76号星球被炸之后 谁知道玉空族会不会发疯 所以 现在的第七舰队完全是防御阵型 就在距离天马星不远的地方 继续进行资源采集 但却是整个舰队在进行资源采集 效率慢一些 但却安全得多 33天翼战舰解除幽灵形态 通讯系统开启 龙三 龙三 这里是33天翼 收到请回话蓝轩宇 向龙三发出呼唤 时间不长 大屏幕上光芒一闪 露出了严星河的面容 看到蓝轩宇 严星河的脸色有些发黑 你这小子怎么回事 为什么断了通讯 你知不知道 在军方出现这种情况 是非常危险的 意味着你们很可能已经被敌人击毁 或者是俘虏了 就算是回来了 都要进行全方位的身体检查和审查 第1029章汇报 蓝轩宇苦笑道 舰长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的 你也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不关闭信号 很可能会被敌人发现 不过 我相信这次我们带回来的都是好消息 可否接引我们返回战舰 严星河哼了一声 道 允许返回 先回来再说吧 通讯关闭 33天翼战舰 这才朝着第七舰队的战舰群飞去 四艘接引舰飞出 蓝轩宇主动关闭了33天翼战舰的飞行系统 武器系统 防护系统 让四艘接引舰拖拽住他们 向龙三战舰飞去 毕竟他们失踪了这么久 被审查也是必须的 而关闭战舰的所有系统 摆出任人宰割的样子 自然就是在澄清自己一切正常 战舰被直接牵引到龙三护卫舰 钻入护卫舰附中 护卫舰闭合 等战舰停稳之后 蓝轩宇通过大屏幕就看到 严星河已经在外面等他们了 除了严星河之外 并没有龙三战舰的其他高级军官 舱门开启 蓝轩宇第一个走了下去 快步来到严星河面前 立正向他行了个军礼 严星河也回以军礼 然后挥了下手 旁边立刻有士兵过来 用仪器在蓝轩宇七人身上扫描了一遍 这是检查他们身体有没有出现直装 芯片被金属化之类的情况 确认他们并没有被敌人俘虏过 变成间谍 蓝轩宇张开双臂 坦然地接受了检查 检查完毕 士兵们向严星河汇报一切正常 严星河的脸色依旧有些阴沉 向蓝轩宇招了招手 转身上了车 蓝轩宇赶忙跟上去 也登上了严星河的车 其他六人则是上了另一辆车 车门关闭 平稳行驶 蓝轩宇正惊微作 一言不发 严星河瞥了他一眼 现在倒是成了乖宝宝了 单是看你这外表 谁能想到你会做出那么疯狂的事情来 你知不知道 这次你给我们带来多大压力 我错了舰掌 给宁天麻烦了蓝轩宇眼神真诚 言语恳切 恭恭敬敬敬 严星河本来憋了一肚子火儿 准备等着臭小子回来好好收拾 收拾他 但看着他的样子 这会儿却是有些憋住了 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 严星河怒道 蓝轩宇一脸乖巧地道 错了就是错了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确实是做错了 尤其是给宁天麻烦了 您一定为我受了不少委屈 您辛苦了 我 严星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这认错态度 确实是挺好的 可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别扭 没错 就是别扭 哼 车直接开到了指挥部 严星河走在前面 脸色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蓝轩宇一步一驱地跟在后面 其他六人没有跟来 而是被送回住处去了 这显然是严星河要求的 来到一间小会议室 严星河白白手 蓝轩宇赶忙将门关上 然后立正站好 严星河就站在他面前 目光灼灼地盯视住他 足足伴赏之后 他突然笑了 面前这个肩膀挂着匠心 面旁有些稚嫩 漂亮得如同大姑娘一般 眼神纯凉地清澈见底的小伙子 谁见了不喜欢 他都有种想生个女儿 嫁给他的念头 可是 要是知道这小子都干了什么事 那绝对不会和现在这样子挂钩 这可是个一言不合就扔反物质导弹 心情不好就炸星球的主 严星河一边笑着 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头疼 早知道 当初就不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啊 严星河不说话 蓝轩宇也没开口 君子站的笔直 一点不打折扣 足足伴赏之后 严星河才有些无奈地道 行了 坐把是蓝轩宇这才坐下 腰背挺的笔直 一副聆听教会的样子 严星河上下看看他 坦白说 要不是玉空族战舰倾 倾巢而出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你真的炸了 人家最重要的资源性 先不说你怎么混进去的 但是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根据我们派出的侦察飞船 远距离拍摄到的画面 76号星球现在少了三分之一 已经遍离了原本运行的轨道 玉空族不知道在用什么办法 正在以玉空族母星牵引着他 才没让他彻底脱离 变成一颗巨大的雨时 蓝轩宇眨了眨眼睛 这情况他是真的不知道 当初炸了之后 他们就跑了 也就是说 你炸毁了一颗星球 一颗资源星 你真的是 厉害啊 严星河向蓝轩宇比了的大拇指 蓝轩宇当然明白 这并不是在夸奖他 依旧没有吭声 深呼吸两下 严星河道 关于这次的事情 联邦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 对于你这次的行动 绝大多数都是负面评价 我们唯一能为你争取的就是 76号星球被毁 对于龙马星系的损失 远远大于我们 让玉空族几乎失去了 后续发展的动力 你现在跟我说说 他们那空元晶 还能不能再生 蓝轩宇道 恐怕 有点困难了 严星河叹息一声 道 你这是毁了宇宙瑰宝啊 空元晶的出现 令我们的空间技术 快速进步 虽然想要获得空元晶 越来越难 但是 终究还是有机会 获得一点的 在我们手中的空元晶 和在玉空族手中 截然不同 我们这次获得了战争胜利 撤军谈判的条件之一 就是空元晶 你却把76号星球给炸了 空元晶对于龙马星系来说 同样重要 联邦都不敢直接去攻击那边 以免导致全面开战 你却来了这么一下 负责谈判的联邦高层 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蓝宣宇道 现在谈判的情况怎么样了 严新和摇摇头 道 具体我还不清楚 原本应该是龙马星系 会妥协的 但出了你这档子事 现在还不好说 我们现在只能是不承认 这件事是我们做的 蓝宣宇道 那我应该算是 为谈判创造了一些机会 舰长 玉空族舰队是不是撤了 没有在准备攻击我们 严新和一愣 你怎么知道 前天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与我们开始对峙 并且发生小规模战斗的 玉空族舰队突然撤离了 玉空族舰队 比我们想象中数量要多 上百艘战舰 而且都有空间跳跃能力 神出鬼没 我们开始还以为是祭 但两天了 一直没出现蓝宣宇微微一笑 道 他们应该是去天龙 新了 我有重要情报向您禀报 说颜新和心头一颤 是的 就是颤头 上次蓝宣宇说重要情报的时候 就是炸76号星球 蓝宣宇道 事情是这样的 离开了76号星之后 为了避免给咱们舰队带来麻烦 我们没敢直接回来 就去了一趟天龙星 什么 听 他这么一说 颜新和不经时声惊呼 你说你去了天龙星 你疯了 蓝宣宇咳嗽一声 道 舰长 您先听我说 是这样的 我们在76号星球的时候 就成功潜入了进去 潜入后发现 76号星球上的空元晶 似乎是以魔鹰为基础诞生而出的 顺头摸瓜之下 我们就发现了储藏空元晶的地方 但那里有多位神机强者守护 我们也没法偷出来 于是 我就在那里藏了一枚炸弹 随时可以引爆的那种 准备以后作为后手 在离开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还发现一种 和空元晶诞生有关的东西 但似乎只是在76号星球才有用 那是一种液体 本身具有非常浓烈的空间波动 我们就小心地带了一些出来 离开了76号星球之后 我们也曾经尝试用它浸泡模营 看看是不是能出现空元晶 事实证明 不行 似乎只有76号星球那种特殊环境下 才能孕育 炸76号星球确实是我冲动了 因为当时我们以为 我们的战舰被发现并且摧毁了 没有在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同伴 所以 我就把那枚定时炸弹引爆了 没想到空元晶竟然会训爆 才出现了星球被炸毁的情况 这确实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知道错了 没捞到好处 却给联邦带来这么大麻烦 于是 我就想要将功补过 就去了天龙星第一千零三十章解释 我们之所以能够潜入76号星球和天龙星 是因为我有一种幻化能力 能够掩饰自己的气息 并且变化成各种样子 到了天龙星 我们一边收集天龙星的资料 我就琢磨 如何能够挽回联邦损失 至少避免开战 于是 我们就去了一趟天龙城 那是天龙星的首都 我把剩余的从76号星球上带出来的那种液体 直接洒在天龙城了 那种液体一直在挥发 任何器物都无法储存 早晚要消失的 但我把它洒出来 它就会散发出庞大的空间波动 而且只属于这种液体的波动 然后我们就跑回来了 天龙城 有点乱严心河目瞪口呆地听住他的讲述 你的意思是说 你把76号星球被炸这件事 嫁祸给了天龙星 蓝轩宇点点头 从理论上来说 是这样的严心河道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把那种液体送回来 蓝轩宇苦笑道 来不及啊 剑长 那时候玉空族从后面追击 一定是朝着咱们舰队这边追来 我要是往这边逃 一定会被他们追上的 只能是绕路 要是绕回来 那液体也会发霉了 与其如此 我还不如废无利用一下 所以您看 现在玉空族舰队已经不在了吧 肯定是去天龙城讨公道了 他对严心河的这番解释 可以说是 九分针 一分甲 更容易被取信 而哪怕是搜查他的储物魂导器 他都不怕 空之虫根本就不在储物魂导器里面 他储物魂导器里 就连空元晶都不在 有寻宝兽在 想要演示太容易了 严心河脸色微变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 我要立刻向上面汇报 你在这里等我 还有没有什么重大信息了 蓝轩宇摇摇头 道 重大的没有了 还有就是我带回来的一些东西 从天龙星带回来的 准备上交将功补过的 您现在看 还是待会儿再看 我先去向上汇报 你在这里等着说完 严心河迅速离去 他当然明白 蓝轩宇这一招霍水东影 如果成功 对于联邦来说意味住什么 这其中需要的运作有很多 如何利用机会获取利益 和之前的情况 就会变得截然不同了 蓝轩宇这一等 就是两个小时 等严心河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趴在桌子上睡住了 咚咚咚桌面的震动 让蓝轩宇从沉睡中醒来 睡眼惺忪地抬头 看向站在自己面前的严心河 舰长 怎么样了 严心河脸上已经重新出现了 笑容 还可以 这个消息对于联邦来说非常重要 母星那边的谈判 先前天龙新手座天龙 在几天前突然离开 我们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现在明白了 现在是天马新手座 依旧在和我们谈判 我们可以不用急着 和他们完成谈判了 天龙新的内乱 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 舰队已经下令 稍后就会继续攥取资源 你这次的行动 至少给我们额外争取了 十天以上的时间 司令员已经为你申请将功补过了 虽然之前没有惩罚 但你的记录 还是会留下一笔不光彩的暗示 有了这次的功劳 希望能帮你功过乡底 蓝轩宇松了口气 联邦绝对不缺少阴谋家 而那些人能做的 一定比自己做得更好 接下来如何运作 获取最大利益 就是联邦的事情了 东西拿来吧 让我看看 你都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 言心和可没忘记蓝轩宇之前说的话 蓝轩宇抬起手 一本本书籍 从命运之环中释放出来 落在桌子上 渐渐地堆积如山 这些都是我们从天龙新的书店中 购买而来的 以历史 传记 地理等等位主 包括天龙新 天马新 以及龙马新系 一些其他种族和星球的资料 应该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 龙马新系有所帮助 看到这些书籍 言心和不禁目瞪口袋 它的第一个反应是 原来在天龙新 也是有类似纸张存在的 而且也是用这种方式 来记录各种资料和内容 目前斗罗联邦更多的 还是通过先进的混导科技来记录 纸之类的图书 已经非常稀少了 但毫无疑问 如此多的文字资料 对于斗罗联邦了解天龙新 乃至于整个龙马新系 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斗罗联邦和龙马新系 之间的战争 必定是持续的 而且不只是在战斗方面 还包含着其他各个方面 很多时候 纯粹的战争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双方始终都会是一个 斗智斗勇的过程 在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谁能占据上风 就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统于两片新系 变得更加强大 相对来说 斗罗联邦对于龙马新系的资源 更加迫切 联邦科技发展得非常快 目前是资源 跟不上科技发展的脚步 而对于龙马新系来说 他们只需要稳守 评级住资源方面的优势 时间越长 对他们来说就越是有利 联邦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方式 一直都在持续不断地 收集住龙马新系的资料 尤其是通过自天堂星 进行各种收集 为此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 可效果却一直都不是很好 龙马新系 毕竟整体 还是要比斗罗联邦更加强大 尤其是在个体方面的强大 让很多星际走私商人 都不敢过度泄露 有关龙马新系的情况 天龙星 天马星 早就已经联合发布了命令 任何泄露龙马新系 有关情况的存在 都将被列为死敌 不死不休 而这次蓝轩宇所带回的资料 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单从他的介绍来看 这些资料就非常了不得了 虽然这些不是资源 但甚至要比资源更加重要 好东西 如果证明你这些东西有用的话 这绝对是大功一剑 但我更好奇的是 你们如何进入天龙星 又如何获得的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会问你 军部也同样会问你 毕竟 这些东西的来历和它们的价值 同样重要 蓝轩宇微微汉手 表示自己明白 剑长 我有一个魂灵 它的能力是幻化 它没有任何攻击力 但在幻化方面 却可以媲美神级存在 是我在森罗星上 无意之间获得的 有关于它的来历 森罗星的魂兽之王 泰坦巨猿可以为我证明 接下来您将要看到的 就是他在这方面的能力 一边说着 蓝轩宇身上 只是微有光芒一闪 他整个人就已经变了模样 正是变成了 先前蓝海族人的样子 严星河本身也是强者 当蓝轩宇身上 出现变化的时候 他也是大吃一惊 因为蓝轩宇变化的 不只是外貌 更包含了气息 在那一瞬间 蓝轩宇整个人 就像是彻底消失了似的 取而代之的 就是一名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 能量波动 也只是相当于 人类二环 三环魂是水准的 蓝海族人 所有的气息 都和蓝海族人 没有任何区别 下一瞬 蓝轩宇身形在变 身体周围 已经是空间元素 悄然波动 转化成为了一名玉空族 而且还是玉空族强者 甚至散发出的是 神机层次的气息 这让严星河 不由地又吓了一跳 第1031章机动 紧接住 蓝轩宇消失了 是的 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 就显示这个人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 平击住这种 类似于隐形的能力 我们才能进入76号星 蒙蔽过敌人的各种探查 进入天龙星 就要相对更容易地多 毕竟 只要凭借这隐形能力 规避了天龙星的雷达 就可以进入了 并且 凭记住这样的幻化 我现在在天龙星上 已经获得了一个 蓝海族商人的身份 能够通过和他们进行交易 获得一些资源 这次还赚取了一些 专属于龙马星系的钱币 被他们称之为 龙马币蓝轩宇人没有出现 但他的声音 却在房间之中回荡 一张张龙马币 悄无声息地 从先前蓝轩宇 站住的地方飘飞而出 飘落在桌面上 严星河拿起一张龙马币 仔细观看 而蓝轩宇 此时也渐渐地显露出了 自己的身形 看住他的样子 严星河忍不住道 你这本事 不做间谍 简直是暴殿天物啊 竟然还有这样的魂灵存在 连神机层次的气息 都能模仿得唯妙唯肖 简直是太神奇了 说到这里 他整个人的情绪 都不由自主地 变得亢奋起来 他当然知道 能够潜入他天龙星 对于斗罗联邦来说 意味住什么 这意味住 斗罗联邦有了 能够深入敌后的能力 无论是未来 在天龙星上获得什么 或者是在天龙星上 进行破坏 都是有可能的 资源获取 再不只是需要 通过战争来获得了 蓝轩宇认真的道 舰长 我不要做间谍 我要做一名商人 在天龙星上的大商人 这几天 我们一直都在天龙星上 默默地感受住 首先感受到的就是 龙马星系的资源 有多么丰富 那是我们原来 根本无法想象的 而且 在龙马星系之中 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说 十分珍贵的资源 对于龙马星系来说 反而根本不算什么 价值很低 而对于我们来说 很多价值低廉的资源 到了那边 却变成了价值高昂的存在 这其中的运作空间太大了 我们甚至有可能 通过交易的方式 为联邦获取联邦 所需要的一切 您看 这是什么 一边说着 蓝轩宇将一块空元金 拿了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顿时 整个会议室内的空气 瞬间都变得扭曲起来 浓郁到极致的空间波动 彭扶是在会议室之中 开启了一扇时空之门似的 这个 严星河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这 这不会是一整块空元金吧 蓝轩宇点点头 道 不但是 而且是一块非常纯净的空元金 严星河的手有些颤抖着 将这块空元金拿了起来 以它封号斗罗层次的修位 当然能够感受到 这块空元金之中 蕴含住的空间系元素波动 有多么强烈 轩宇啊 你知不知道 在咱们那边 空元金是用毫克来计算的 我们哪怕是想要通过天堂星 获得哪怕一毫克的空元金 都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你 你这块 有五百克了吧 天啊 我从未见过这么巨大的空元金 这玩意儿的价值 简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蓝轩宇呆了呆 他 突然觉得有些后悔了 似乎自己一下子拿出来的空元金 有些太多了 早知道分批给联邦就行了 主要是他自己身上还有十块呢 所以当时就认为 一块空元金并不算什么 但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 吞咽了一口唾液 抬起头 严心和看住蓝轩宇 可以了 有这么一块空元金在 之前无论你做过什么 都能将功补过了蓝轩宇 嘴角一抽 有些心疼的道 舰长 这不能只是将功补过 这么简单吧 这玩意儿的价值 您也很清楚 我把它上交了 联邦怎么也要给我们 表示表示吧 当然 当然 加上你们三十三天翼 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 每个人观生一级没问题 当然 这枚空元金起到的是 至关重要的作用 太好了 有这东西在 我们用不了多长时间 也一定能够研究出 空间跳跃技术 有了空间跳跃技术的话 我们的舰队实力 将提升一个巨大的档次 轩宇 这次你毫无疑问的 鞠躬至尾蓝轩 于苦笑道 舰长 咱来点实际的 要不 咱们这块空元金分辟上交 您觉得怎么样 把它给切开 严心和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那当然不幸 空元金的体积越大 效果就越好 切开会让它的效果减弱 那将会是巨大的浪费 绝对不能那么做 别的不多说了 你这次的功劳 我肯定给你记下来 具体会拿到什么奖励 我也做不了主 等联邦特批吧 但这次你立下大功 是毋庸置疑的 可惜 你刚刚提升了将军军衔 没多长时间 估计在军衔方面 也没法给你提升什么了 蓝轩宇其实本来也没期望过 能够凭借这枚空元金 获得什么 他索性没有把其他准备的东西 拿出来了 从严心河的表现就能看出 这么一块空元金 就已经是滔天的功劳 那些天头何必再拿出来 还不如留给学院那边 回去之后 学院方面也肯定会有表示的 换点徽章也是好的 剑长 那上交就上交了 但有件事 我要麻烦您帮帮我 蓝轩宇试探助说道 什么事 严心河真而重之地 将那枚空元金 收入到自己的储物魂倒器之中 然后向蓝轩宇问道 蓝轩宇道 其实 这次之所以能够在76号星上 完成爆破 我是动用了我们史莱克学院 一些特殊资源的 这种资源我已经没有了 出于未来在天龙星上的行动考虑 我想要回一趟母星 补充一下这种资源 您看能不能让我请个假 你要回母星 严心河有些惊讶地 看住蓝轩宇 蓝轩宇点了点头 突然 严心河脸色大变 师生道 臭小子 你不会是准备弄点东西 回来炸天龙星吧 天龙星可不能炸啊 要是炸了天龙星 我们跟龙马星系 瞬间就变成不死不休了 那绝不符合联邦现在的利益 蓝轩宇一脸委屈地道 舰长 我是那种人吗 我没事炸什么星球啊 你是 你就是 严心河毫不犹豫地说道 什么叫没事炸什么星球 76号星怎么回事 动不动就扔反物质导弹的 是不是你 你小子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都怕了你了 蓝轩宇立刻道 舰长您放心 现在我也不舍得炸天龙星了 天龙星上好东西那么多 让我一一给联邦弄回来 什么时候咱们有把握了 什么时候再炸 总可以了吧 实际上 天龙星非常适合咱们人类生存 不需要任何东西辅助 就能够在那里生存 比咱们的母星生存环境还要好 生命气息还要更加浓郁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是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够将天龙星接收过来 才是最完美的状态